今天您不能不知道呢 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日本麝香葡萄皮薄没有紫 活肉的甜度高 是不少民众喜爱的水果之一 但往往价格不菲 不过最近有民众发现 不少的量饭店祭出了优惠 一盒麝香葡萄平均不到400块钱 有日本的业者透露 日本当地因为麝香葡萄盛产 又遇到了出口量下滑 导致价格暴跌 也连带的影响到了出口价 圆润饱满的麝香葡萄 就像绿宝石一盒一盒放在冷冻柜 虽然好吃 但过去印象价格总是贵桑桑 很甜很好吃啊 看他们会吃的时候 就会买比较贵一点的给他们吃这样子 口感跟台湾的不一样 价格也高不可判 高价水果最近有民众发现 不少量饭店祭出优惠 像是爱买一盒摄香葡萄 400到450克399元 加勒服350克同样399元 全联一盒350克卖389元 业者表示和去年600元左右 相比达了至少66折 而过去在日本超市 摄香葡萄每串要1500到2000日元 大约台币329到439元 有业者推估今年因为气候变化 持续高温让果树生长快 产量增加 再加上日本将核处理水排放入海后 中国进口量减少 这些种种因素让摄香葡萄 在日本的价格砍半连带也让出口价变得更加清明 果形比较没那么完整 然后呢有些可能不成串 然后我们在日本那边就是把它 抽到一个重量350克或400克等等 不等然后就把它装和到台湾来 顶级的那个摄香跟猫眼 基本上都不会跌 然后这几天反而因为那个中秋节还大涨30% 不过水果店业者坦言 目前正值中秋节送礼忘记 高品质的摄香葡萄礼盒需求量增加 价格还是水涨船高 但若是购买比较小串的摄香葡萄 也许民众荷包就可以省下一些 这台北综合报道